南韩综艺快递是蒙古蒙古 招来龙年至友 金中国 张鹤 车太盛 洪金明 洪景仁 以及江勋出演 该节目的主题是在蒙古帮助偏远地区的居民 将贵重物品领安全送达 日前预告一公开 众人吵闹气氛 便让观众们期待不已 而在二日举行的发表会上 也出现了让所有人爆笑的场面 直见当天 除了张鹤以外 所有人轻易色都穿着白色服装 让身穿绿色休闲上衣的张鹤尴尬表示 这种活动不是都会搭配服装吗 我以为大家都会想到蒙古草原的感觉 来了之后真的吓了一跳 这样站在一起看 特别冲击 之后更直接向大众敬礼道歉 让在场所有人都笑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